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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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老宅 最近下載了一款籃球遊戲來玩 玩了幾天覺得還不錯 來推薦給各位 叫做極限接籃 0秒出手 那大概整理一下 有四個我推薦的原因 那讓我一一跟各位說明 第一個推薦原因是能力的自由度 大多籃球遊戲都是角色或是位置 綁定能力值 得分後衛 就只能投三分 中鋒就只能搶籃板 那你想要跳出這個限制去做其他事情 常常會受限於能力不足 但是極限接籃的能力 就相對的自由很多 雖然說每一個角色都會有初始的能力值 但是可以根據訓練之後獲得的點數來自由分配 想要讓角色跑快一點就點跑動 想要讓中鋒的中頭也變準一點就點中頭 甚至可以點三分 讓控球後衛跑到外線去 這些都是可以透過能力值的分配來調整的 可以根據自己的習慣來點角色的能力 讓角色不再受限於位置的框架 那這一點是真的蠻特別的 第二個推薦的原因是技能的自由度 每一個位置隨著訓練等級的提升 會解鎖更多的技能 像是得分後衛的鋪球 中鋒的籃板分球 又或者是控球後衛的空中接地 阿雷U 隨著訓練等級的提升 可以裝備更多的技能 根據自己的習慣跟需求來選擇技能 像是如果小前鋒想要各種帥氣突破 可以選擇裝備突破變相 急速後撤 背後運球 假投針突 最後再配一個急停跳投 就能用各種花式過人 秀對面滿臉 第三個推薦的原因是切換的自由度 以往玩其他的籃球遊戲 每一次解鎖新的角色又是一次新的輪迴 要重新練角色等級、練技能什麼的 但是極限接來不用重新練角色 所有的角色訓練等級都是共通的 甚至如果你新角色擁有原角色的技能 那技能等級也是共通的 這樣就省下了重新練角色跟技能的時間 隨時想要切換其他角色來玩都可以 那你不用擔心等級的問題 第四個推薦原因是外觀的自由度 遊戲中有大量的實裝 可以自由裝扮自己的角色 想要怎麼搭配就怎麼搭配 想要穿整套太空裝打籃球 沒有問題 想要男扮女裝也沒有問題 而且這些實裝都不會太貴 大部分用遊戲內的綁鑽就能購買 實裝在購買時還能挑選對應的屬性 除了實裝之外 角色的外觀也很自由 同一名角色也有可能打兩個不同的位置 像是白狼就可以選擇大前鋒或是中鋒 傑米可以選擇小前鋒或是得分後衛 實裝加上位置的選擇 就能打造出獨一無二的角色 目前玩下來整體感覺是相當不錯的 每天晚上睡前想說玩一下幾個任務 不知不覺就玩一兩個小時 除了我上面提到的這四個原因之外 遊戲還是有蠻多細節都是做得不錯的 像是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懶人設定 在技能最右邊有一個突破輔助 可以把你擁有的突破技能排列組合 在對戰中只要長按突破鍵 就能自動使用帥氣的連招 總之推薦各位來玩這款極限接藍0秒出手 以上就是這次的全部內容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讚跟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新影片通知 有什麼建議或是疑問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